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Toy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又回來了 今期我們要講的東西就是 Flash 其實知道我的人 都知道我是一個Videographer 拍片為主 但其實我未拍片之前 我是一個Photographer 我是有影相 甚至現在我還是有影相 只不過我拍影片的量數會特別多 拍照我還是有拍一些 活動、婚禮、婚紗相等等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 這個神牛燈 TT600 我們用Flash的次數是比較多 不只是一盞燈那麼簡單 我們拍照通常會用到三、四盞 你看我這裡的盒 你就知道我有多少盞 除了這個燈 我喜歡這個燈的原因 就是它的燈可以通融 它的燈可以通融 都好像以前的用Canon 雖然我沒有用過Sony的Flash 我用過Canon的 580、600、420、480 就是那幾個款 那幾個款 比如說580來講 一支的話 可以買得到這個TT600 兩支至三支 這個神牛TT600 其實去做到的效果 已經是頂級的了 如果說燈來講 分分鐘以現在的技術來講 可能正廠之時原廠的Flash 都未必夠它來 因為它現在是專門做燈 專門做Flash 除了這個TT600 還有這個X2T X2T它有分 S版、C版、F版 就看你用的機器是什麼 X2T我是買S版的 S版就是屬於Sony 如果你說C版就是Canon M版就是Nikon 這隻是專屬的機器 之前說S就是S版 但是如果你說 TT600 它就任何機種都可以用的 就算是Fuji什麼都好 Canon什麼都好 你都可以用這個Flash 就是因為 這個原因我才買TT600 它有出很多種 有TT65幾 或者是很多 那些就是屬於 專一種機種 還有專屬於它們的電 怎麼說呢 就比如說 這一種燈 它們用的電是AEA的 為什麼我現在的年代 我都還買AEA 我亦不買那種 去出那種大的電藥呢 其實價錢不是差太遠 都是差5、60話 整百塊 那種電它是好 它可以一塊兜下去 可以用很久 但是你要買很多塊 它的電是不便宜的 那我是用慣了那個AEA電Panasonic的 Panasonic AEA電其實都是一樣的 它用這一種又可以 用這個又可以 這一種電全部都是行AEA的 那我就覺得買AEA電的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AEA電的現在的recharge的電比較便宜 那這種燈全部的電力都可以通用 如果我之前買其他款的 可能它是有專屬的電藥的話 那種電藥又不可以逗用其他fresh 它有一個限制 譬如說那種電藥又不可以用TT-68 它只可以用去的系列電 那我覺得這個TT-68是最好用的 還有去可以就算是 很多人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很多人他們用一個品牌 轉來一個品牌 就好像我那樣 我之前是用Canon的 這樣你看到這隻已經脫色了 這樣這個我就是Canon當時買回來的 過後這隻還有顏色的 還有logo的就是Sony當時我買的 那麼有很多人是從Sony跳槽去Canon 或者Canon跳槽去其他品牌這樣說 他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fresh太浪費了 如果你說鏡頭沒有辦法 因為近機如果fresh有得選擇的話 我不建議買指定那個款的fresh 就是買Canon就買Canon flash Sony就買Sony flash 我不是太建議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當你要整批品牌轉去另一個品牌的時候 你fresh那邊都可能虧了 我就是虧了兩顆Canon的580 和一顆600 這樣那裡就已經一筆錢了 其實賣出去 因為fresh的移手價是沒有什麼油 所以我就賣了之後 我就留到這支 因為這支那時候我是拿來做免費的 我沒有想到走到最後的去 那麼這個道理我已經明白了 所以我就從此以後 我就不用原廠的fresh 我所有fresh都是賣副廠的 都是賣這個品牌的fresh 這個神牛 那麼它這個神牛的牌子 比如說你TT-600也好 你TT-65幾也好 你TT-67幾也好 我不知道它的編號是多少 但是我是知道 所有的品牌的fresh的studio燈 都可以通過一隻sensor去控制 這個真的很好 只要你一個sensor 你就可以控制到這麼多燈 我是覺得這個真的挺好的一件事 雖然這個TT-600是很好 那麼它有一個缺點是 跟TT-600以上更高端的fresh不一樣 就是TT-600它只可以當火去拍 那麼再高端一點的 可能TT-60幾 或者67幾 65幾 它本身裡面fresh 就有了這個trigger的功能 那麼這個trigger已經放進fresh裡面 你就不需要買這個trigger 那麼高端一點的就會有這個功能 但是對我來說呢 我就比較少用到 因為如果我上高鎖到一顆fresh來講 我要拿一顆fresh來控制其他的話 我這個fresh一定要亮 其他的才會跟著亮 那麼我不想 如果我不想我這盞燈亮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我不用它的問題 所以我就選擇另外再給錢買多一隻 這個 這個就可以控制所有studio的燈 和fresh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東西 其實賣東西不需要每次都要買原廠 雖然原廠是短的 但是這個副廠也不是差的 我用了這麼久 我應該用了三年多 但是它還是沒有問題 這樣一支原廠可以買得到副廠三支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原廠貴副廠三倍 還有原廠就算是 當你轉品牌的時候 你賣出去你又沒有價 這樣你一定要賣 你不可能你收的 因為你都沒有用這個牌子 但是如果你說副廠的 這一種什麼機器都可以用 什麼品牌都可以用的話 我就覺得 就算你賣了 沒有用Canon 你走去用Sony 或者Sony沒有用了 再用Nikon 這樣你這套fresh 都可以保留起來 那麼今天這期我們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短片 記得分享訂閱 給個like我 或者comment我都可以 我們下個短片再見 Bye Bye